综合来看 这场冠军之争将会是一场技术与力量之间的较量 西班牙虽然前场失去了比利亚 但是他们仍有古伊萨和托雷斯可以担任箭头 所以我们丝毫不用担心斗牛市强大的进攻火力 再来看德国方面 尽管日耳曼军团的战士们比西班牙多休息了一天 现在看来这多出来的一天已经不再重要了 因为西班牙队的风格并不是消耗体能的打法 但是德国队顽强的意志和严格的纪律 将会成为左右胜负的砝码 当然运气也会成为最终影响两支球队胜负的关键因素 我们常说足球是圆的 任何问题都可能在周日的决赛大战争发生 经过意大利人雕琢的西班牙和经过葡萄牙检阅的德国 必将上演一场好戏 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期待这场精彩的赛事吧